小姐回来了 小姐回来了 快去通报 大人 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老爷夫人都急坏了 慢点 小姐 今天的事 不许跟任何人说起 不然 我断不愧饶了你 这是 双儿 从今往后 这就是你的家了 当真可以住在这里吗 当真可以 不过 暂时你只可在后院活动 进出也要走后门 你知道 毕竟我是王爷 而你 双儿明白 双儿不过是个青龙女子 如今流落街头 只求骗马遮头 寸土落脚 王爷如此带双儿 王爷如此带双儿 双儿实在是不知如何报答 你之前吃那么多苦 本王不会亏待你的 谢王爷 我已经命令人 我已经命管家派人来伺候你 以后吃穿永度 不论缺什么少什么 你都可以找管家所要 我还有事晚上再来找你 谢王爷 双少尊人 双少少 你看见了吗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只要你想 就有男人愿意给你一切 今天是豪宅 明天就是王妃 再以后老娘就是皇好 参见王爷 广公公 你素来与秦柔亲近 也最了解他 今日本王有一事不解 可否请教于你啊 王爷 您客气了 我呀 就是秦柔肚子里的蛔虫 他已经屁股 我就知道他了 笑得堂堵了 王爷有什么想问的 你可知求婚为何物 这是秦柔跟你说的 是啊 这求婚啊 简单 我交给王爷便 是 言文奇强 求婚在我们老家呀 是一种仪式 只有女方答应了 男方的求婚 二者才可以结为夫妻 原来这婚事 不只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竟有如此说法 想想到也觉得 有些人心起 王公公 快将这求婚之法教于我 王爷呀 先准备一枚宝石戒指 然后趁情中一个不注意的时候 单膝跪地 荒谬 本王身为皇子 上跪天 下跪父母 岂能为此等事情下跪啊 呃 王爷 王爷 小消息 王爷坐下来说 坐下来 这个单膝跪地呀 它是这么回事 这个死阿谷 约我出来自己却不见人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阿广教你的 是啊 难道你不愿意 他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这是夜明珠吧 肯定很贵吧 这个我却不知 解锁我 这两首侠人啊 好多钱啊 好多钱啊 看在这么大颗的份上 就答应你了 这有什么大 这些满意了吧 这么大一颗月明珠 打回去够的话一辈子的 不过阿广 我发现 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 沃泽大小姐 你可别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 放心吧 忘了 好多钱啊 真漂亮 你看那儿 好好布置一下 那个地方不太整齐啊 好 我知道了 我觉得那边也有点 还有那儿 还有那儿 你这儿 好 往上来点 毒姑 你有心事啊 尹兄何出此言哪 近日看你总是郁郁寡欢 就连王爷成亲这么大的喜事 你好像都不是很高兴 怎么会 王爷大婚在下当然高兴 可能只是最近身体不适 休养两日便好 多谢隐兄关心 那你可要多保重啊 这些年王爷身边最信任的 就是你我二人 兄弟大婚 自然应该给他办得热热闹闹的 这是自然 不过我还要谢谢咱家王爷 平白无故地 让我多了一个妹妹 情柔率真可爱 和咱们家的王爷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要是有人动他们的歪心 我第一个不饶他们 如果情柔姑娘 听到尹兄这番话 一定会感激涕零呢 对了 王爷还有别的事情要在下去做 在下先告辞了 这真的是我吗 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 小姐 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呢 阿广 阿广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 那是 我的手艺 那可是真人版的フォトショップ 来 再给你个秘密武器 这什么啊 银光粉 晚上啊 涂在身上 增加洞房情趣 你说什么啊 情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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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 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 要记住啊 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 常常回家看看爹娘 女儿记住了 嗯 吉时已到 铁匠 我女儿记住了 女儿记住了 有声音应该乱动了 就不能不能乱动了 您都不会进去 我们来说 一家三家四家三家的 一家三家三家的 我人购心她 我想她 一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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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崛了凡了 小姐 三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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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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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不见了 小姐不见了 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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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尹姑娘 被蒙面人劫走了 什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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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去 这也太狗血了吧 抢婚 不行 我得开动脑机 想办法才行 亲们 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 救命啊 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 启禀将军 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 王爷来了 可有秦柔下落 王爷 都是我的疏忽 才让秦柔深陷险境 也好有罪 此事暂且不提 你先起来 现在找人要紧 追问到什么了 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 刚问的守卫说 的确有顶花轿出了车闻 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 慢着 走 秦柔 秦柔 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骰粉 是为了 为了什么 别管这么多了 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 就一定能找到秦柔 来 来 喝 来 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 闭嘴 来 喝喝喝 臭你那小气样 给一口能死啊 再也不闭嘴 小心老子把你剁了 我错了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老大 老大 你确定没有绑错人 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妻王妃吗 那就没错了 我们看着她从将军府上了花江 还有王府的人跟着 怎么是她 算了 反正也要不了她的性命 要怪 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 居然成了王妃 老大 你认识她 认识个屁 把人给我盯紧喽 人要是跑了 一分钱都拿不到 是 吓唬吓唬得了 是 是不是 吓唬 来 喝酒 不解开我 我怎么吃啊 去 吃菜啊 来 喝一个 来 来 好大的飞蝶 再胡说八道一惊一乍 小心老子把你剁了 我刚才看错了 对不起 行了 行了 算了 接着 来 你给我老实点 背有点痒 能能 来 吃咱的 疼了 来 喝酒啊 好 来干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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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request 世王 世王 你们出来 出来 大胆 本王乃当朝三皇子灵奇王 而正挟持王妃遂当问斩 若此时 束手就紧 本王可以从轻发炉 否则 死路一条 兄弟们 不要被他吓到 大半夜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 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怕什么 管他什么狗屁王爷 先绑了再说 上 快 快 老公王爷 快 王爷 你没事吧 快 王爷 快 快 快 李后 别追了 小心有诈 燕琪 怎么样 大夫 他怎么样啊 好 请放心吧 下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 休息一下便无大碍 下人告退 谢谢 慢走 快 先前 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清柔 夜深了 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 走 走 燕兄弟 可查到绑匪线索 还是不好说 待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 不过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 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 好端端的喜事 变成了丧事 说什么呢你 好了 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 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下 我们当务之急 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 不如这样吧 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 李章兄弟 你在王府 如果王爷醒了 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好 公主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你干的好事 公主叫我绑架尹秦柔 已破坏皇上的赐婚 现在昏迷刺成 谢延祁也生死未博 这正是一箭双雕啊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 纯属意外 不过依老夫看来 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祁的性命 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 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 也更加时纳久稳了 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 别以为你是个小国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招 老朽不敢 这次我就饶你不死 如果再有下次 看我怎么收拾你 谢公主 对了 谢延祁的人 现在四处寻找王妃的线索 你让你的人机灵点 此刻你和谢延臣的身份 不能暴露 明白吗 公主放心 我一定清理干净 这个月的解药 谢公主 我早晚让你知道 谁是谁手里的棋子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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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都醒了 那我们就两步相牵了 我救你一命 你还未曾报答 为何是两步相牵 你还好意思说 本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 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 大喊大叫的 都被你搞砸了 你 你身体还没好 赶紧躺下 皇上驾到 父皇 母后 父皇 齐儿免礼 谢父皇母后快心 齐儿 不碍事 只是批外傻 无大碍的 你们怎么办事的 臣等罪该万死 父皇息怒 您不必责怪他们 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 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 皇上 皇上 这大喜的日子 发生如此不祥之事 实在是晦气 难道我儿 与这秦龙命不合 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 他们的生辰八字 再行婚配之事吧 母后 除温岂儿受伤 朕与你母后 都十分痛心 也许是 你大哥丧妻未过 天降大难 婚配之事 放在此时 实在不合时宜 还是暂且搁置吧 反正我也不想嫁 京城之内竟有人公然抢亲 还刺伤了王爷 野昊李章 臣在 朕命你们彻查此事 一旦查清 严惩不但 臣等遵旨 臣等遵旨 臣 站住 爹 给我回房去 爹 表哥他受了重伤 我要去看他 你给我回房去 爹 小姐 老爷 你下去吧 是 你这是为何呀 谁让你不让我出去 不让我出去 我就不吃饭 这爹的话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趁早 断了和谢延祁的念想 为什么 我已经禀明皇后 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 爹 你怎么如此待我 我不嫁 爹啊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好好想想 这大王爷以逸 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 你嫁给他 那以后就是太子妃 再往后你就是皇后 我杜家 你可以光纵药祖了 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臣 我就要嫁给三表哥 我只做延祁哥哥的王妃 你 你混账 婚姻大事 父母之言 你听也得听 不听你也得听 我就不 你要是不让我出去 我就 我就不吃饭 饿死算了 不吃也罢 你就是饿死 也不许你出府半步 本王口渴了 今天这风 有些大呀 这太阳未免太晒了些吧 你 要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姑奶奶我 忍了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差不多得了 等我伤好之后啊 我自会禀明父皇 让你我二人即刻成婚 谁稀罕呢 这些日子为何不见独孤啊 我怎么会知道呢 王爷 情勇 你先回房吧 走就走 谁管你 走了 咱们回屋谈 咱们回屋谈 说吧 查到什么 王爷 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 谢阎臣 海四大哥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 也好都胆问王爷一句 但说无妨 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呢 本王早就说过 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 可别人不这么想 是吗 王爷 您得寻那玄武门的太宗皇帝 先下手为强 大胆 王爷 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 才自小与人疏远 怕别人认为我觊觎着皇位 可如今 你又让我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 可惜阎臣 又何曾顾忌过兄弟情谊 他不仁我不能不义 长幼有序 大哥已死 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 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 此事 就不要再谈了 可分明他就没有打算收手啊 只是本王觉得 二哥这次想对付的不是我 你是说情柔 怎么可能 本王也不是很确定 再去查 还有 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 是 这段时间 你务必要保护好情柔 本王有伤在身 怕是力不从心 王爷放心 情柔怎么说也是我的义妹 好 你们快点啊 放那边啊 别磕着了 还弄得蛮不错的嘛 这不是落跑王妃吗 去你的 说什么呢 来 坐 没想到啊 这老板娘还真靠谱啊 这以言二道零之事 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位置 这么好的位置 简直是 我告诉你啊 咱们这回可赚大发喽 好眼光 真不错 那个 我把道具车上的东西啊 全都搬过来了 你看 我敢保证啊 他们古人肯定 连箭都没见过 我呢 只需要把这些现代化的产物 挨个做个重新量产 也让他们古代人 体验一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那时候啊 我周大同 可就是古代的爱迪生了 东西啊一定大卖 好 你厉害 活卤般 你怎么了 这说话这么没力气的 不像你的性格啊 其实啊 我今天来是找你有正事的 我想让你做个轮椅 怎么 你家那狗子瘸了 说什么呢你啊 胡说八道 还不是她替我挨了一剑 现在倒讹上我了 非让我成为她的全职贴身丫鬟 你说她这身体还没好 腿脚又不变的 还到处去走 我就想着给她做个轮椅 她去哪儿一推不就得了 省得我天天还得老扶着她 都知道疼老公了 你 你这不还没过门呢吗 周大同 你现在到了古代 嘴皮子公主倒是见长啊 我呢都是跟你们学的啦 好吧 我研究一下 那个玩意儿应该不难做 好的 那你抓紧时间做啊 好嘞 你怎么把这高科技的玩意儿 也给弄过来了 这古人看见了 你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而且这又没有电 你怎么用啊 我呢就是胡有人用的 我把手摇发动机和那个DVD 全都带过来了 以防不识之虚嘛 你说 万一再整个什么大王爷使剑 那时候 我的这些玩意儿啊 就成了救命神器了 我呢 就可以当个救命法师了 得嘞 来 喝点水 大同 我先回去了 轮椅你快点坐啊 得嘞 秦柔 你吃完晚饭再走吧 不了 改天吧 再见 这芳二的性子 啥时候能改改喲 这么说的话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你放心 我独孤有债必还 那你打算怎么还啊 颖姑娘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你找我 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呢 我说什么 我推荐这个 你出品做吗 我说什么 你别说了 你说的 我信 你信 你不觉得 我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吗 我认识的尹姑娘 不是那样的人 毒姑 你真好 轻柔 你不用解释 你不用解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听说 你前段时间被绑走了 受了伤 我真的很担心 现在能看到你平安地回来 我已经别无他求了 谢谢你 毒姑 不过 轻柔你有没有想过 发生这一切 你没有顺利嫁给他 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这都是一个叫老天爷的人写好的 那只能说 我不认你 所以说 你还是要嫁给他是吗 是吗 毒姑 我们一直都会是好朋友的 对吗 好朋友 不认识 你没有 科技 你没有 他不是那么无福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其他生命 他是男的 你没有 他肯定是可否 这事很可怕 他受伤訴 你这边 是 你们这边 是 独孤软 报告大人 此处已排查清楚 并无线索 好 继续 是 小姐 快 小姐 快救我 有人追我 什么人 望天花人之下 竟敢如此大胆 大人 我们是相国府上的下人 小姐偷跑出来 我们领命 带小姐回去 怎么回事 不要 不要他们带我回去 你带我走 你府上的事 我不便过问 告辞 尹昊 你忘记上次的事了吗 你若不想让我告诉皇后 治你的罪 就赶紧带我走 不是 走 这 这回事怎么交代呀 怎么跟相国大人夫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你府上的人要抓你回去 我爹罚我禁足 不让我出府 不是我说你 你为何总这样破坏规矩 我表哥受伤了 我要去看看 有错吗 连你也说是我的错 我究竟做错什么了 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家了 我说送你去灵奇王府 走吧 都是你这扫把星 害表哥受伤 还好意思回来 我今儿个累 没心思跟你吵 没话说了吧 表哥就是你害的 嫣然姑娘 嫣然姑娘子言差矣 秦柔也是受害者 王爷受伤 是因为王爷重情义 与秦柔无关 还请姑娘嘴下留情 你 那道苏 王爷的伤跟秦柔无关 叶兄 你错解我的意思了 那你的意思是 哥 你这是怎么了 义妹 你先回去 我与毒孤有话要说 你别走 你别烦我 你等等我 你别走 有何话要说 毒孤兄弟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毒孤身正不怕影子邪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刘哥 别问你 王爷 我在大街上遇到秦柔姑娘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即使她再聪明 再沉着 她也是个弱女子 看她无精打采的 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 开导她 没想到 被某人误会了 王爷 若没有什么事情 我先退下了 我的天哪 你这么说 一会儿才怪 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都能起来了 你都活动活动也好 省得变成大胖子 便没有皇帝的命 反而得了皇帝的病 王爷一早醒过来就找你来着 算你还有点良心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王爷 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 这不担心你的伤势 偷跑出来了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 还一直被人跟踪 我看杜甫急于带他回去 还有重要多事 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态度再说 表哥 父亲这回很生气 我回去肯定惨了 你 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 我保证不生气 不发脾气 表哥 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 你是知道的 我不喜欢他 我 表哥 反正 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 我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别别别别 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 这院子里的东西 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嘛 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再说了 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 万一碰伤了丫鬟怎么办 表哥 这王府还是要赔医药费的 这就算不用请郎州 那手脚不利索了 干几活来也不麻利了 吃亏的 到头来 还是我们家王爷呀 还有啊 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 可也是娘生的爹痒的呀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 同胞有爱的精神呢 表哥 表哥 行了 表哥 依我看 妍然就暂且住下 回头 我必会 禀告舅母大人 谢谢表哥 我 救命 我 舅舅 引号这是要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了 按这么查下去 早晚会被老三查出来 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 不必惊慌 他查出孟江 我们也有脱身之法 他一个占山为王的山贼 他的话 谁信 可是 可是什么 为了他们方便办事 我把王府的腰牌给了孟将 你 你糊涂啊 舅舅 我也知道错了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明天我先踏人一步 去找皇后娘娘 跟她说道说道 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被动了 你说她是相信你这个儿子呢 还是相信其他人 王爷 您回来了 善儿给您 善儿该死 不知道王爷有客人在 我不是人在后院待着吗 他们说王爷回府了 所以想来看看 这是 这是 双儿 快过来 拜见舅父大人 双儿拜见舅父大人 双儿 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房侄女 最近送过来托我召开 双儿 我和舅父有事要谈 你先下去吧 是 王爷 燕燕她 舅父放心 你 产儿心里明白 我们 还是想想如何处置 孟江那个山贼吧 对 对 对 她